大家好我是欢欣 今天是继续给大家带来一场录像 首先承认错误对吧 那个最近老玩如如传说打得非常的少 素材匮乏所以老出一场 这个很不好意思 但是尽量的还是虽然匮乏 但是我还是尽量的避免出别人的视频 还是出自己的 因为自己的思路比较清楚 别人的视频我永远是凭自己的经验 以及想法或者个人的主观思想 来去分析他的对还是错 自己的话有自己当时的想法 自己的思路也知道自己是不是错了 这个跟大家交流更清楚一点 能更好的把一些细节的东西讲清楚 这个是我出视频的风格 以及想跟大家交流的东西 所以大家就不要太介意了 就是说素材少 我还是努力的去出一些自己的这一把 是我作为一个忠诚 肯定主中方的视频更好看一点点 刘善 骑手美感盲放全安 这个是比较怂的 他直接骑手加一马白银狮子 其实效果是非常好的 但清了两个问题 一是二号位领统 如果是反贼 这加一马白银狮子 没有产生任何作用 就被拆掉了 三是没有骑手跟忠诚产生配合 其实可以考虑直接盲放全 我像白银狮子加一马 可以留一轮 看一下身份什么的 当然这个是跟选手的保守程度 如果给我的话 除非是非常大客局 或者说是非常关键的局 或者我骑手牌非常需要行动 那我基本上会选择去盲放全 在主中方行动之前 就反贼方行动之前 创造出主中方的优势 这就是主中方现在在劣势局下 应该去寻求的路线 要不的话 你基本上正常情况下 主中的胜率是30% 那你出来就是一个该输的局 对吧 那你赢的几率本来就低 这边刘表看他妈 不是看五股 这个五股 看他拿什么 拿个无中 这是一个非常自私的拿牌 大家可以仔细去考虑 如果这反贼有很多拿法 比如拿桃子 团队共享牌 拿决斗提高输出 等等的 他在这么多牌里头 一个高质量的五股里头 选择一个无中式过牌的行为 那这样子是一个自私的表现 那说明刘表是偏内奸 当然这只是一个分析 我们来具体来看一下 让五股快点过 有的人可能会说 这个调整速度什么 速度 我比我调速度是想给自己解 解说找一个节奏 因为我不想去暂停 就去给大家讲 我尽量的不会去暂停游戏 那我觉得这一个地方 解说的东西没有什么 我会把它加快 比如现在五股开牌 那比如说刘表拿了个连弩 不去拿乐 这个跟 首先是要看一下 他拿连弩要做些什么动作 如果 没有什么动作的话 那他多半就是内奸了 要不的话 这个控个连弩也行 但是我觉得这个动作 基本上就是一个内奸的行为 而且虚报一个连弩 也是为了他后期控场一个作用 这边限制了谁 灵统曹中 这跳了一个忠臣 刘峰应该是一个比较强势的武将 基本上是一个非常强势能打排差的武将 最主要最主要还能对装备的限制 这个是非常恐怖的 按照我们的分析 我们是忠臣 基本上身为是全了 身为是全的话 我们就牵涉到一个问题 曹冲的问题 而且对方也有补牌心的武将成功 那曹冲 人心的效果就非常的猛了 所以我们要考虑一下 这个曹冲怎么去打死 而且从降面上看 我们反而觉得自己 稍显的比较劣势 因为有一个内奸忠臣 内奸刘表 这个可能跟反贼方的降面对比下来 虽然姜维和刘峰都是比较强势 但什么这边铁索我 那可能是属性杀了 这样子的话 我们就默默接受这一杀吧 那个作为一个能回合外补牌有成功的情况下 曹冲还是比较在团队中作用非常大的 所以先推曹冲是一个不错的方式 哎 没办法 这边曹冲是拿杀防我挑衅呢 还是拿闪防我杀他呢 他拿了个杀防了挑衅 所以我们挑衅是绝对不会成功的 那我直接就杀了刀 看能不能成功的 把他打到一选 没有成功 那我们就直接过了 这边反贼有无限 这个是刚才我就说是反贼 要刘峰一个无限 还好啊 天度 如果这次乐中成功的话 他的留牌的结构就非常的头疼了 他首先你考虑留杀 其次的话也要考虑留自己的保护牌 而我们有一个挑衅对手牌的破坏 下一轮我们还有一个乐 这个乐为什么这一轮没有去乐成功 因为对于反贼来说 曹冲的死亡才能影响起他们团队的结构的破坏 所以我们留的乐要防止就是 曹冲的行动让他打出排差来 给刘的手牌更少一点 我们好能秒掉他 这个是我们的作用 成功 以现在对方的能力 想去创造出输出来 还是比较尴尬的 刘表那边八卦阵 七手牌 我这边杀软桃 刘峰又在我们人堆里头 这个就是我们刘峰所需要的状态 就是通过两个队友加一码来保护 拆对方的距离 这样子连逆都杀表他 能囤很多的逆 来对对方手牌的结构上的破坏 那边乐一下 左辞不屈 是七手的化身 看他凹结音 这一下的话 还好 反贼方没有什么 这一税肯定要税 刘表了 他要睡 但是我要知道他有结音 这个乐 可能就会考虑乐到左辞那了 七手化弄了一个不屈 而且也起了一个距离 刘峰非常讨厌 看到这种情况下 就是说 能在控制距离的前提下 对方裸摸或者有一些距离 不过都无所谓 刘表七手是有一张连弩 七手牌 当忠诚刘峰死的时候 那基本上是灵统的死亡时间了 我们作为忠诚来说 就是在内奸真正记忆上看清楚局势去控场的时候 来把曹冲打死 因为有曹冲存在 刘表是基本上有可能杀不死 如果杀不死创造不出反贼的检员的还是比较头疼的 所以这个就看一下曹冲这次一手牌 能不能有个机会 刘峰刚才那边是有一张桃 我没有破坏我的手牌 林董这一拆 要不去拆刘表的连弩 要不来拆我 拆刘扇有什么作用 对 包括陈锋也是说了 这旋风旋风的太没有逻辑了 对吧 要不就拆刘表的连弩 要不拆我吗 这个时候刘表觉得局势 刘峰马上死了 真有可能是连弩爆发的一波带的 你竟然不去选择去拆那个连弩 去拆我们 那我也就不管了 反贼都不怕 我们怕什么 刘表带出了他的连弩 这个基本上是进入想进入一个空场的节奏 死一个灵筒 完了死一个刘峰 啊 停了呀 我们没距离啊 请 刘峰杀一刀 刘表想提高一下他的技能的作用 这边我们这边就别动了 因为打不死灵筒 对吧 你防弯剑有曹冲人那个人心去救 九杀呃 效果也不是很明显 因为他还有一次卖血 不一定能创造机会 而且灵筒也打不死 因为九杀完他也是会 因为三血 如果是两血的话会动 呃 那这样子会听着两个问题 一是曹冲翻面回来 呃 那灵筒也死不去 所以我不如说是这样子 这样子的话成功 只要想不到给曹冲补手牌 维持住曹冲有手牌的状态的时候 我们下轮 呃 我的两个就是主攻 刘表刘峰 把灵筒带走的 同时我们还可以通过我们这一手牌 把曹冲带走 这些都是一个好事 哎呃 补一下 之前刚才因为讲到 我忘了 好 呃 成功 刚才是借了一下灵筒的刀 想让他去产生 呃 行动的效果 或者是真的想让他去杀 不过无所谓 旋风旋风的刘 刘表的连弩 我个人建议是连弩不用拆了 刘表上的绝对是把所有的杀打光了 所以作为灵筒反贼那边有两个选择 就是旋风 可以 应该去旋风手牌 我的手牌 或者是刘表留下的桃 要不就直接去逆去出杀 自己杀一刀 呃 如果杀死的话 也影响了刘山那边的放权 等等等等 都是可以的 也是抑制了自己可能被杀死的可能性 只要死一个忠诚 是不是对方就少一个行动的点了 呃 就是两个选择吧 但是选择可能有一些冲突 所以我刚才看着成功 打打打打打打打 我觉得肯定是思路上两个玩家有冲突 所以我看了一下这个剧情帮助大家回忆一下 旋风能保就保保保住他每一次去产生这个呃 线四的效果都是有可能对对方手牌结构创造出很大规模的伤害 而且是在我们能要秒曹冲的机会的时候 九十二加一个万键是真的有可能去秒掉曹冲的前提是对方没有桃 刘表开始过牌 我们来看一下刚才这个时候是没有桃子的 灵桶没有啊 灵桶刚吃桃 我觉得灵桶没有桃 应该弄左磁了成功 当然可能是刘峰不知道我的手牌 所以他抑制一下灵桶下次的旋风 这是正常的 看弄斗一个桃 那说明我们这一次完全是有机会能杀死曹冲的 摸到大小王啊 这你们能信 这种神魔牌意识着我们方就要赢了 你们懂吗 对方起了一个桃子 还好只能拿一张 这样子的话 我们还挑衅他不如直接去拿杀 对吧 我肯定是要挑衅的 拿桃真不如去拿杀 所以说曹冲是曹冲是要去的 很多朋友刚才说 为什么说有赢了 是因为这个时候我们作为主周方是烈士 烈士需要什么 就像闪电这样子牌 而且我是有机会空城的 所以既然拿了 我们就觉得要靠这种 当然我更希望的是拿别的能秒掉的牌 这时候别人吃了一个桃子 谁吃的呀 成功 所以我刚才觉得 还是那句话 那个刘峰是不知道我许报牌的 这个没办法 这个没办法 人家拆也不是错的 这就是为什么打比赛的时候 好打出配合来 因为比赛的话 队友就很清楚你的手牌了 刘峰继续的去保留风 我想想有没有破坏手牌的呢 可以去 哎 随便了 不放弃 不抛弃 不放弃 也是一种职责吧 刘峰一命的话 那个也是影响 曹冲这边都懒得去用逆去杀了 两种思路 一种是他想自己有杀 把逆留给断杀的队友 第二种 就是他忘了这个逆还能出杀 我觉得对于这个玩家来说的话 有可能是第二种 不过呢 他不用这个杀去杀的话 用逆去杀的话 这个杀也可能去弃掉 当然他可以留一张去防我的挑衅 具体是什么 我们一会来去断定一下 到底他是什么思路 这边的话 我们亮一张牌让成功明白 敢火攻我们 你这也是太胆大了 旁观的人也是表达不出自己心中的喜悦 已经开始打哈哈了 因为我的手牌是全开的 这个恐怕的名玩家刚开始 刚才就想笑 所以因为不能透明手牌 这个我是要求旁观的朋友看牌 所有的人都开手牌 但是不许在公平中打对 打你能看到的手牌 因为这就是属于爆牌了 当我两张名牌出来以后 他们开始全部在笑了 这种裸摸已经 的确让旁观所有的人都明白 这一场是我们主中方的节奏 左次那边接音 拆闪电 他怂了 现在对于反贼方来说 影响他们获胜的节奏 只有闪电的批人 不管是直接批死曹冲 还是批死成功 对于他们来说都是一个机会 因为我是有刘山放权的 看一下能不能有一个空城的机会 果然曹冲那边是留了一张杀 如果这个我挑衅失败 挑衅成功的话 那我们就可以吐槽 曹冲 这名玩家的水平了 但是 是这样 那就算了 成功的觉醒 灵筒是基本上没有破坏手牌的能力 破坏我空城的能力的 刘表肯定也不会 五股都是开过的 这是第一副手牌吧 两个五股都被刘表 骑手开掉了 所以我们的空城非常的安全 直接杀我 那个 无所谓 旋风拆刘表 限制一下刘表 虚报牌 而我们这边批死的话 多半还能打 就并不是那么劣势了 刘善家 我将为将为每轮是两轮关心 首先看一下这轮关心 我当然摸牌提高爆发能力了 有闪电判定牌 我不能动 动的话就会影响我的关心 我当时放下一张90 一开始我是想考虑自己拿的 最后想想这一轮我是没有杀的 没办法拿到杀的 所以我关底把这张酒留到底牌里头 一会通过关心再把这张酒拿回来 通过酒杀再创造出优势 大家可以去考虑一下 这个就是关底的作用 因为现在的牌非常的少了 而我通过刘善的放权 每轮自己的行动 加刘善的放权 我关心是能看十张牌的 这十张牌是绝对能把酒回手拿回来的 所以说你放在手里头 不如说是放在底牌 这样子的话没有破坏的可能性 你如果放在手牌里头虚报的话 灵桶的旋风等等等等 还有寒冰剑 当然寒冰剑他吻死的 就是包括灵桶的旋风 等一些可能破坏你虚报手牌的人 会把你这张K牌9拆掉 这样子的话 你可能比较难杀死成功 对吧 放在你的底牌当中 你这样子就是一个 对方无法破坏的虚报牌 你灵桶旋风再牛逼 你给我把底牌拆掉 这是不可能的 所以 这才是关底的作用 很多人都说身份局关底不了 怎么怎么样 你关底是要干嘛 是让你理解底牌结构 你懂得底牌能打出一些思路 我的挑衅的同时 能创造出酒杀的输出空间 这个才是我关底的作用 酒放在手里是一个失败的关心 而放在底牌是一个绝对成功的关心 当然这都是我的设想 前提是 能不能产生我们应有的计算的效果 这个就得看情况了 左辞的化身是越来越神了 想干嘛 看有张和 对吧 如果张和 想跟灵桶配合 配合我们留酒 是不是有可能被旋萌掉 这边留善关心 我后走是灵桶的行动 维持自此以杀 这一下的话 酒是被我们拿到的 对吧 灵桶的两张牌是已知牌 留表 如果我想想是最后 就最后一张吧 对吧 我关心没有放点 正好留表是 通过他那个自首也是拿不到的 那这张酒是我们拿到的 我们关心正好能把他捞回来 就算他不自首 我们也正好能看到 自首了 也能看到 对吧 还有四张牌 最后一张是酒 这个就是我们刚才官邸的酒 这也就是我们的K牌所在 加一马对江卫来说 作用非常的低了 不过这个时候 有无限有距离 还是以拿那些为基准嘛 挑衅92 下 现在就进入一个二位二位一 那个主中方的降面现在是要优于反贼方了 因为反贼方领统是状态比较残 而主中方将为是觉醒的 是每轮动两次关心的一个将为 每轮主中方的过牌能力是反贼方的 反贼方现在基本上没有其他牌的话 他的过牌能力正常是四张 而我们每轮稳定动是十张 十张加刘善的摸的两张是十二张 对吧我关心每次关心五张 每次关心五张那是过十张牌 然后刘善那边要自己摸两张 虽然他不出牌但也是 那我们就是他到三倍 这个就是我们的优势 这一轮看我们能不能行动去创造出更大的优势 这一次关心是有一个失误的 这个当时打完我就觉得失误了 就是忘了考虑八卦阵了 当时那间太没有存在感了 我关心只看了一下反贼方的状态 忘了看那间了 这个还是非常的尴尬 因为当时觉得自己要赢了 不过 人们总都是乐极深悲的 那个考虑完所有的东西以外 那忘了考虑还有那间 那那间给予他这一次机会 起张牌直接去行动 他要去控场了 直接放南蛮 杀并且要杀死灵头 刘善去救防止过牌 这边刘表继续的杀 三张手牌了 希望他收完灵头 没有什么爆发牌 如果让我动的话 我和刘善联动 他基本上就输了 这是他最后一次机会 看能不能打死我 直接救杀 刘善刚才吃桃 肯定是最后一张 他有桃肯定救灵头 避免他过牌 最终进入单挑 进入单挑的话 刘表打刘善 刘表是有过牌能力的 刘善是打不过刘表的 除非这次一轮的虚报的情况下 但是一个南蛮没有产生多大作用 对边刘表没有趁机雪线来 还有一次机会 无限了那一张杀 那说明截斗成功的话 就有可能打死刘表 刘表是刚才直接自首过牌了 他有桃的 刘善基本上要被这个装备 如果这个八卦阵没有的话 还好 还有的 就是有八卦阵没拆掉 没有拆掉 没有办法通过杀来除出 这个可能就牵扯到一个问题了 那我们来检视一下这一轮 这一轮其实反贼的降面 是要优异主中方的 领统出现一个比较关键的事物 那就是在于那一轮 没有去限制了刘表的联络 或者是没有对刘表的手牌进行破坏 而从而影响了他后期的吃桃 让曹冲死 或者说是他那一轮状态的强大的减伤 对吧 要不他状态不可能那么残 也不会逼得他后头 自己把自己手牌上的桃去吃了 其次是我们这边的续报 以及那个闪电的K牌能摸到 这个劈死了曹冲 直接是把降面 如果曹冲不死的话 刚才我们说了这一轮 反贼绝对是要碾压我们 因为反贼的人是很难杀死的 包括杀曹冲也比较难杀死 而且还反贼方是有补牌 对方是有双恢复 对吧 左次那边结阴 再加上成功那边补牌 那曹冲那边人心 基本上是不会断的 就是当成功觉得这个局势 非常危险的时候 他会给曹冲补牌 那也是这那叫什么 古典效应吧 那个一点一点 一个失误慢慢慢慢放大放大 越来越来越让反贼被动 最终这情况 其次的话 后期后期那一轮 可能有的朋友会说 那是不是要提前控制内奸了 我觉得如果当时是计牌的话 那肯定是应该去控制内奸的 但是当时应该是觉得 自己局势稳的 刘表的能力 单从武将的能力去分析 而没有从可能的虚报的手牌 因为懒嘛 对吧 平时玩游戏 现在已经懒到 只记AOE这种情况了 那个 如果仔细记一记牌的话 我觉得 可以考虑去限制一下刘表 当然在那个时候 完全是通过江面的分析 觉得自己是稳 稳疑极了 可能出现这样子的失误 这个也是想给大家 去说明一下 这个三国杀有时候玩的是手牌 借自己的一个事物局吧 来跟大家去讲明 三国杀玩的是手牌 你不能单纵的就觉得 将为比刘表厉害 那刘表就不可能赢 这个是一个错误的思路 你觉得不练师比关羽厉害 那你不练师就应该比关羽强 就是永远不应该说是关羽那一方赢 那你就想多了 人家要连弩全是杀呢 对不对 所以说 三国杀考验一个综合的能力 降面是一方面 棋子手牌的能力 鸡牌的能力等等等等都是 比赛的话 我是会很好的去把牌都记住的 但是平时玩真的很懒 哪有那么多心思呀 对不对 行吧 今天这个视频就到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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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